阿扁要出来哦 这个是陈水扁呢 在今天凌晨1点15分的时候 当庭释放了 那么在这个看守所积压了32天 法官现在说他没有逃亡之余 所以裁定当庭释放 并且限制陈水扁的住居哦 但是呢 这个陈水扁在法庭里面 才承诺了法官说呢 他出来之后呢 不会这个煽动群众啊 然后呢不会不来开庭 你传我我就来 但是呢 转身出了法院 他就说呢 希望找时间 跟大家进一步的来报告他的心情 接近凌晨2点 承诺法官必来开庭之后 陈水扁当庭释放 从北院的楼梯上走下来 站定到支持者中发表感言 这32天 承蒙各位的关心 声援跟照顾 让我能够在义中 度过最辛苦 也是最孤独的32天 时间回到12号下午 特征组起诉之后 陈水扁立刻从北索 移省北院 虽然依然靠上了手铐 但是陈水扁穿上西装 准备为自己奋力一战 到了北院的居留室 陈水扁把握时间 四个小时 仔细研读起诉书 在庭上主动要求发言 一讲讲了50分钟 最后承诺法官 不会挟持群众之力 不来开庭 也不会煽动群众 结果到了庭外 讲了这句话 他也特别给我交代 吩咐并要求 我会谨记在心 因为时间也不早了 我也希望能够找个机会 再向各位记者朋友 以及所有关心我 支持我 鼓励我的乡亲 朋友 国人同胞 再做进一步的报告 前一句才说 法官要求谨记在心 后一句接着 改天再找时间 和大家聊聊 面对支持者 握手感谢 当庭释放后的陈水扁 用肢体语言宣告 他回来了 这段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